4月20號 楊佑穎生前在臉書的最後影片 當時她的街頭穿搭被野生捕獲 讓她又盡又喜 但沒想到這時的CINDY壓力面臨崩潰邊緣 楊佑穎壓力主因現在指向是網路霸凌 去年開始靠北部落客就不斷有攻擊文 說她不要臉又噁心 心機重又厚臉皮 還說假掰微笑自拍 不好笑而且做作 現在當事人走上絕路 靠北部落客也在23號早上緊急關辦 應該是輿論壓力真的太大了 因為畢竟發生了這麼讓人遺憾的事情 網路專家認為 一面倒的譴責是靠北粉絲團關辦的主因 但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外界抽絲剝繭 發現有三大疑點 攻擊謾罵文理有高達43篇 同樣稱呼她為心地洋 口氣跟語法就像是同一人所為 如果是同一人 這人可能是誰 仔細看之前留言 抄我的推特微博賺錢又獲利 你學我的插話梗 屈尾的唯一人跟偷懶裝傻的工作 一樣差勁 不排除是同業小魔 惡意攻擊 更詭異的是事發後 有個人自己出來道歉 寫著我並沒有高興 不希望這樣的事發生 只是表達她給我的感受 很抱歉 隨後就刪除留言 讓外界懷疑 攻擊楊佑穎的人 就是她 臉書台灣的活躍用戶 有超過1100萬 那個擴散起來的速度 會更加可怕 其他的帳號 你可能起碼 你還有可能連結到你本人 但如果是匿名性的投稿的話 他等於就是完全匿名 你追可能也很難追 透過匿名發言 讓臉書粉絲團經營 遊走法律邊緣 專家表示 如果未來不立法約束 或是建構管理制度 楊宥穎事件 難保不會再發生 記者 綜合報導